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 有一个高过数千尺的断崖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百合刚刚诞生之际 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 但是他心里知道 自己不是一株野草 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 我是一株百合 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 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 深深的榨根 直直地挺着胸膛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 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宝 那些杂草看不惯了 超风百合说 即使你真是百合 在这种荒郊野外 你的结果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就算你开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来 又有谁来欣赏呢 百合说 我要开花 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美丽的花 我要开花 是为了完成一株花 所拥有的庄严的使命 我要开花 是因为要用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 我都要开花 有一天 她终于开花了 她那灵性的白 和绣挺的风姿 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 这时候 野草与风蝶 再也不敢嘲笑她了 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 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 野草们因为那是昨夜的露水 只有百合自己知道 那是极深沉的欢喜 所结的泪滴 年年春天 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子 它的种子随着风 落在山谷 草原和悬崖边上 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 远在百里外的人 从城市 从乡村 千里迢迢赶来 欣赏百合开花 许多孩童跪下来 闻袖 百合花的芬芳 许多情侣 互相拥抱 许下百年 好合的誓言 无数的人看到 这从未见过的美 感动的落泪 触动内心 那纯净温柔的一角 那里被人称为 百合谷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 满山的百合花 都紧记着 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 默默地开花 以花来证明 自己的存在 自己的存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